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上官姐 言出必行 不对 段宇雀雀羽 如巧包换 健康的雀羽 色泽鲜亮 毛绒柔顺光滑 可现在这雀羽 色泽暗沉 毛绒杂乱 看这样子 定是染疾了 段宇雀性格活泼刚烈 血爱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 如今怕是被你圈养太久 机遇成疾 在所难免 没想到一根小小的羽毛 便可以分析出这么多 青露的医术果然是高明 你有这时间 不如想想如何把段宇雀治好 若段宇雀出了问题 楠楠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放心 我还要让楠楠 认我这个爹爹呢 又怎么会让他 出什么三长两短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凌尽串 凌尖鸟受多走动 世子未免太过警觉了 谨慎不得千秋缠 做好你的事情 他们离开过没有 没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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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还是比他晚到一步 开门 玉阳君 你夜闯我惊雷阁 所为何事 自然是皆轻落回去 我没有听错吧 玉阳君是想在我惊雷阁 带走我的未婚妻和儿子 你哪儿来的嫡妻啊 挡我折死 慢着 夜休毒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楠楠 楠楠已经睡了 青鲁 我答应过你 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我绝不会放弃 你们说够了没有 我的忍难是有限度的 请玉阳君自重 不要插足我和青鲁之间的家事 当然了 要是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等我赢下四国大赛之后 参加我与青鲁的婚宴 我和青鲁一定会给你留一席之位 对吧 青鲁 上官姐 有两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第一 玉青鲁永远是我夜休毒的女人 任何人任何事都改变不了 第二 我定会在四国大赛上 亲手取你性命 大百合 接下来看你的了 真不知道副门主怎么想的 竟然派我们去给一只鸟找鸟 真是犹如我天字号杀手的招牌 小点声 这万一要是被副门主听到 我们小命不复 我为你吃东西 你竟然咬我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非考了你 副门主 药带来了吗 带来了 将这药粉混入水中 不出一日便可痊愈 慢着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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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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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最高的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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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清宁和叶昊然 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天语国封仓国投鼠季器 以不足为据 至于刘云国嘛 清衡已经中了我的离间计 自然会替我解决 你还真是步步为营 机关算尽 四国大赛 本来就是承王败寇 如今 冠军已是我上官解的囊中之物 相信我 除了本世子 没人配得上你 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这段语雀 送给你有何妨 我必须要提醒你两件事 第一 我玉清洛早已有了如意郎君 请你不要再对本姑娘痴心妄想 第二 谁说清宁和昊然在你手上了 这便是你用脏手碰本君娘子的下场 好 师父 我听说清洛姐姐搬到金雷阁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 说来话长 大嫂说是七年前四国大赛的晚宴上 她被于作林算计 恰巧碰到了上官锦出手相救 所以她们就 总之 上官锦是南南的亲生夫妻 这不可能 上官锦七年前眼睛都为好 她什么都看不见 她 她怎么可能会和清洛姐姐 收下去 收下去 当年清洛姐姐把披风落下之后 那采花贼 就不把我当成了清洛姐姐 还好我哥哥及时赶到 要不然 反正 上官锦救清洛姐姐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啊 清洛果然有难言之意 她会不会是受了上官锦的威胁 你 大嫂的软肋 除了大哥便是 楠楠 难怪这几日 清洛不让我见楠楠 但我见过呀 楠楠当时在做新画 说要做给师父你和清洛姐姐的新婚礼物 不 我的丫鬟绿和 还说要亲自采购 上好的丹青给楠楠 可说来也怪啊 绿和昨天突然说要还香 我一看 我一看 你这就在这家里 然后就说了 我二看 我一看 你还不够 我一看 你可以 你还不够 你还不够 我一看 你还不够 我一看 你还不够 你还不够 我一看 看来段宇雀被双颗藏在了内城 你都听到了 他们给楠楠下毒 然后以此来要挟你 我自己会解决好的 青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更何况难难我早已视若亲此 可是 青鲁 你听着 无论什么问题 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你能解决的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你解决不了的 我会替你解决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的专属暗言